位于美国的五号洲际公路 横穿了整个加利福尼亚州 它全长1280多公里 连通着西海岸线的南北两端 上通加拿大 下至墨西哥 起沿途大部分景色 都是一望无际的黄色沙漠 是一幅标准美国西部的画面 1978年的9月30日 此时呢 有一对新婚夫妇 正开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 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蜜月旅行 正当他们狼情惬意时 却突然看见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眼前的画面 堪比一部血浆电影 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孩 正站在马路的中间向他们挥手 她脸色煞白 嘴唇因干涸而起了厚厚的硬壳 身上的泥土和血迹混杂在一起 已经难分彼此 而最恐怖的是 女孩的钱币被深深地砍掉了 只剩下了光秃秃的上臂 见到此景 善良的夫妻俩 立刻把这个女孩扶上了车 然后一脚油门踩到了底 那么 这个女孩究竟经历了什么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旌旗先生 今天的案件 足以称得上是逃生奇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个倒扣年怀的女孩 在绝境时 到底能爆发出多大的能量 玛丽·文森特 出生于赌城拉斯韦加斯的一个普通家庭 她的父亲是一名技术工人 母亲则是一名赌场的荷官 夫妻两人的收入都不高 但他们总共生育了七个孩子 因此这个家庭总是路不复出 除了为孩子们提供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外 这对父母很少有时间去陪伴他们 所以 玛丽从小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 尽管她的家庭状况算不上优越 但玛丽却乐观向上 她的性格活泼开朗 并且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立志想要成为一名舞蹈家 在玛丽15岁这年 她的父母婚姻破裂 双方互相推脱抚养子女的责任 于是玛丽一气之下选择了离家出走 开始了她的流浪生涯 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 玛丽才得以填饱肚子 在夜里 她就爬进那些没有上锁的汽车里面 睡上一晚 但这种生活很快就因为这位朋友的入狱而结束了 身无分文的玛丽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无奈之下 玛丽只能通过搭便车去投靠了居住在加州伯克利市的爷爷 在辗转轮换了几个好心的司机之后 玛丽顺利地抵达了爷爷的住所 经过了几个月和爷爷的相处 玛丽的内心逐渐的平复了 她原谅了自私的父母 又重新踏上了回家的五号洲际公路 然而 正是这趟旅途 却让玛丽经历了一场撕心裂肺的惨剧 在讲玛丽的遭遇之前 我们先说说搭便车的事情 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 社会资源富足 民众的心思普遍比较单纯 很多人外出不锁家门 停车不锁车门 人们顺路找陌生人搭个便车 也是极为平常的事情 但在最近的几十年里 利用这种心理的不法之徒层出不穷 甚至出现过几个知名的连环杀手 所以在今天的美国 搭便车的行为已经比较罕见了 对于年仅15岁的玛丽来说 搭便车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她从没有想过 这可能会给自己招来杀生之祸 这天 玛丽告别了爷爷 她来到伯克利时 一处车流汹涌的路口 这里是搭车客的聚集地 已经有几个同道中人在此等候了 玛丽从背包里 拿出了一块牌子举在了胸前 牌子上写着 往南方向 希望能有顺度的好心人看见 她陆续地询问了几个停下的车辆 但他们都因为方向的不同而拒绝了 正当她失望之余 此时呢 迎面开来一辆小房车 缓缓地停在了玛丽的面前 司机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 玛丽看着她 想起了自己的爷爷 觉得有意思亲切 她告诉司机 自己想去拉斯维加斯 没想到的是 对方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 而此时旁边的几位搭车客 也跟着凑了过来 他们都纷纷向司机请求说 想搭个顺风车 然而呢 这一次 司机却给出了一个奇怪的回复 他说车子已经坐不下了 只够容玛丽一个人 这个回答 立刻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因为肉眼可见的是 空空荡荡的房车上 明明就只有司机一人 但不论其他人怎么的反驳 司机还是找来各种各样的理由 拒绝了 坚持只让玛丽一个人上车 于是 大家都感觉这个司机不太对劲了 他们转而劝告玛丽 让她不要坐这个人的车 但单纯的玛丽觉得这个老人怎么看也不像坏人 再加上这个司机一直滔滔不绝地在为自己辩解 最终呢 她还是独自搭上了这辆房车 汽车发动之后 玛丽开始和司机断断续续地聊起天来 司机说自己叫劳伦斯 她有一个和玛丽年纪相仿的女儿 长得也和玛丽很像 这才只是让玛丽一个人上车的原因 而这个解释也打消了玛丽心里的疑惑 她感到很放松 但是呢 好景不长 聊着聊着 玛丽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她揉着自己的鼻子 这时候 司机却突然伸过来一只手 开始抚摸她的脖子 玛丽已经大叫了一声 你干什么 司机吓得立刻缩回了手 两忙道歉 说她呢 只是想表达一下关心 玛丽则对她的话将心将意 她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这个男人 她说话慢条思理 行动迟缓 头顶的毛发已经所剩无几 与两鬓形成了一个地中海 玛丽实在看不出 这个缠落的老人 能对自己构成什么威胁 于是呢 就把这件事支支脑后了 气氛开始变得尴尬起来 而前面的路还很长 玛丽望着窗外 公路的两旁只有一尘不便的干土和黄沙 单调地令人发困 一旁的劳伦斯也只是沉默地开着车 不知不觉中 玛丽渐渐地睡着了 几个小时后 当玛丽迷迷糊糊地从小气中醒来时 天色已经变悍 他又瞥了一眼窗外 然而 就是这一眼 仿佛是一桶冰水突然扣在了他的头上 只见一个路标从他的面前一扫而过 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洛杉矶方向 这与他要去的拉斯维加斯相差甚远 玛丽瞬间清醒了过来 他想起了之前另外几名搭车客的劝告 这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身陷陷阱了 但他的反应却不是跪地求饶 常年缺乏关爱的人生 使他的内心早就变得比一般人要强大了 他勇敢地拿起了座椅下面的一根棍子握在胸前 然后大声地质问劳伦斯究竟想干什么 而劳伦斯则依然保持着信口开合的作风 他轻描淡写地回答说 哦 不好意思 我年纪大了 走错路了 从指让玛丽一个人上车 到劳伦斯伸出贤猪手 再到走错路 此时的玛丽已经完全不相信 劳伦斯所讲的鬼话了 他用棍子指着劳伦斯 命令他立刻掉头 劳伦斯则是满口答应 这时候玛丽发现 他们正处于一个几乎是无人区的地方 但无论如何 劳伦斯还是听从了玛丽的指挥 调转了车头 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这让玛丽稍稍狂慰了一些 他相信只要他保持警惕 劳伦斯就不能把他怎么样 汽车再又行驶了一段距离后 劳伦斯突然一脚踩下了刹车 说要解个小便 然后就去了房车的厕所 玛丽也趁着这个时间下车透了透气 他看着骑长的公路一直延伸到天边 却不见半个人影 夜晚的那华达沙漠寒气逼人 而身后的房车内还有一个行为诡异的陌生人 玛丽感到自己非常渺小 周围的一切使他几倍发凉 他突然意识到 如果劳伦斯要对他下手 那么这里就是最佳的作案场所 想到这里 一股求生的本能冲上了玛丽的大脑 他决定逃跑 以劳伦斯的体能来说 他是不可能追得上玛丽的 玛丽看了看自己脚下的运动鞋 鞋带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开了 于是他俯下身子开始系鞋带 可就在此时此刻 玛丽的头上却突然传来了一声瘟的轰鸣 一股距离直接将他掀翻在地 他回头一看 只见劳伦斯已经悄悄来到了他的身后 双手则握着一杆半米多长的大锤 这一锤势大力成 直接命中了玛丽的后脑勺 使他瞬间瘫倒在了地上 他的视线逐渐模糊 眼前最后的画面是劳伦斯正在脱裤子 然后就眼前一黑 晕绝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玛丽在一阵摇晃中醒了过来 他发现自己已经被五花大棒 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一个苍老的男人正趴在自己的身上 气喘吁吁 此人正是劳伦斯 于是他只能向劳伦斯苦苦哀求 请他放过自己 并保证不会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但劳伦斯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他只顾疯狂的侵犯玛丽 一次又一次 房车里的尖叫声一直持续到了天亮 凄惨的长夜终于结束了 然而真正的恶梦才刚刚开始 这天早上 劳伦斯拖着遍体鳞伤的玛丽 来到了路边的沙漠里 他就像扔垃圾一样 把玛丽丢在了地上说 你不是求我放过你吗 我现在就放了你 说完后 他从容地返回了房车旁边 从后备箱里取出了一把斧子 然后又折回了玛丽的身前 当看见那把明晃晃的斧子时 玛丽立即就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开始哭着求劳起来 但劳伦斯依然一言不发 只见他先为玛丽松了绑 然后抽出了玛丽的一只左手 举起斧头 狠狠地挥了下去 这一切发生得毫无征兆 玛丽突然感觉身体向后倾倒了过去 等他回过神来 才看到自己的左手正抓在劳伦斯身上 已经和身体分离了 因为在刚刚劳伦斯制服玛丽的过程中 玛丽伸手死死地抓住了劳伦斯 但劳伦斯突然凶光乍现 直接一抚头干净利落地 将他的小臂斩了下来 玛丽的着力点突然断开 这才是导致他身体后倾的原因 此时的玛丽倒在了地上哀号起来 这个15岁的女孩正在经历很多人 一辈子都没有过的痛苦 鲜血正从他的手臂上喷涌而出 然而劳伦斯的吐露并没有结束 他继续从地上抽出了玛丽的右手 毫不犹豫地看了下去 但这一次并没有一刀两断 于是他又继续看下了第二副 第三副 直到切下了整条铅笔 令人惊叹的是 在整个过程中 玛丽却一直保持着神智清醒的状态 劳伦斯的每一个动作都被他深深地记在那脑海里 这也为后来警方的抓捕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也正是这个原因 今天的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每个细节 在砍掉了玛丽的双手之后 劳伦斯拖着他来到了沙漠里的一处峡谷 他找到一处十几米高的悬崖 双手一推 把玛丽从上面推了下去 做完这一步后 劳伦斯还不放心 于是他又捏手捏脚地爬下了悬崖检查了一遍 他发现玛丽只剩下了微弱的呼吸 身体则是一动不动 伤口上的血液还在止不住里溢出 他认为玛丽肯定是活不了多久了 但为了避免被别人发现 他把玛丽放进了一根废弃的混凝土管道里 并且留下了一句话说 你现在自由了 然后拍了拍手 扬长而去 至于玛丽是如何在遭此重创之后还能存活的 也许只能用上帝显灵来解释了 劳伦斯离开后 玛丽感到越来越冷 他的体温正在飞速地下降 所有的感官都开始变得麻木 沉重的眼皮就像有千金之重 就在他慢慢地闭上眼睛 准备接受自己的命运时 他的脑子里却突然想起一个声音说 你不能睡着 你必须活下去 还有人会死在劳伦斯手上 必须有人去阻止他 这个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他站起来 几分钟后 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气 玛丽猛地睁开眼睛 哆哆嗦嗦地爬出了管道 此时的他目光异常地坚定 像一个复仇女神 为了止血 他顾不得疼痛 把双臂插进了黄土里 用泥土当作药膏覆盖伤口 然后高举着双臂 改变了血液的流向 幸运的是 这两个举动走小了 玛丽止住了流血 但爬上这个悬崖 对现在的玛丽来说 又是一项艰难的挑战 实际上 这十几米的距离 让玛丽整整爬了一天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傍晚 玛丽终于爬了出来 并来到了公路上求救 但这里呢 却仍然不见半个人影 于是 他又拖着沉重的身体 步行了几公里 最后 他来到了一个车流稀疏的路口 陆续经过的汽车 都被玛丽恐怖的模样给吓坏了 他们都绕着玛丽逃走了 但事到如今 玛丽不可能放弃 她强伸着身体 继续朝着每一辆路过的汽车回首 直到 遇到了一对善良的夫妻 于是 发生了我们故事开头的一幕 他们载着玛丽 飞奔去了最近的加油站 抱了紧 情况危急 玛丽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 警方立刻派了一辆直升机 送玛丽前往了医院 根据医学常识 当普通人的失血量达到20%时 就会出现失血性休克 而当失血量达到40%时 就可能随时死亡 而当玛丽抵达医院时 她的失血量却已经达到了50% 而且玛丽因为在失血的状态下大量运动 体内的血氧浓度已经达到了中毒的标准 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继续坚持到现在 就知玛丽的医生表示 她的存活是一个奇迹 值得庆幸的是 玛丽的伤口非常平整 致使医生们处理起来比较方便 经过大量输血后 她很快就脱离了危险 一个月后 玛丽康复出院了 她的身体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而唯一不同的是 她永远地失去了双手 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带着铁钩的甲值 在玛丽的帮助下 警方成功地绘制出了劳伦斯的画像 与很多粗糙的描绘不同 玛丽的描绘异常地精准 画像几乎和真人一模一样 这让警方很快就抓住了劳伦斯 并把她送上了法庭 然而法律程序是严谨而漫长的 在警局录口供和在法庭作证的过程中 玛丽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其惨痛的经历 劳伦斯全名叫劳伦斯辛格顿 十年51岁 是一名退伍军人 她早年与妻子离异 两人有一个女儿 但因为她的行为古怪 女儿和她的关系很差 十几年来 她一直过着孤独的单身生活 在法庭上 劳伦斯对她的所作所为全般否认 她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 她说当天并不是只接了玛丽一名乘客 而是三名 分别是玛丽 佩德罗和一个叫做劳伦斯的男人 她也从来没有强奸过玛丽 而是因为玛丽其实是个妓女 她和另外两名男性乘客 都花钱向玛丽购买了幸福 然后这三个乘客在一个路口下了车 这时候玛丽并没有受到伤害 后来的事她就不知道了 至于玛丽口中的那个劳伦斯 应该就是那位也叫劳伦斯的乘客 但警方却对这个荒谬的故事 丝毫不感兴趣 他们在劳伦斯的家里 找到了一些烧焦的衣物 经过鉴定 这些衣物属于玛丽 而在她的房车上 警方则发现 她最近更换过地毯 整个房车 近期也有明显清洗过的痕迹 另外 有证人作证说 劳伦斯在最近有过自杀的行为 但没有成功 也就是说 劳伦斯有试图销毁证据的行为 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陪审团宣布 劳伦斯有罪 于是 劳伦斯被指控多项罪名 包括绑架罪 强奸罪 谋杀未遂罪和 质解他人身体罪等等 最终呢 法官述罪并罚 劳伦斯总共被判了14年的监禁 并向玛丽支付250万美元的赔款 也许有人会问 劳伦斯的刑期 看起来跟他的罪行并不匹配 但其实呢 这已经是当时法官能给出的最高良刑了 因为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 其中最严重的一项谋杀未遂的罪名 最高的刑期也直到10年 至于砍掉双手的惩罚 主要体现在250万美元的赔款里 其余的几个罪行都比较轻 加起来判了4年 所以这就是14年监禁的由来 之后劳伦斯被押送到了 臭名昭著的圣昆廷监狱服刑 而玛丽则勇敢地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接下来的故事就比较滑稽了 仅仅8年之后 劳伦斯就因为表现良好 而被提前释放了 民众们愤怒了 他们纷纷走上了街头抗议 指责政府不应该放户归山 与此同时 劳伦斯处于后的生活也过得非常惨淡 他的名字和长相 早就通过媒体穿着家喻呼啸 成了万人唾弃的对象 他走遍了整个加州 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愿意接纳他的社区 以至于每次当人们得知了他的新住处之后 当地的群众就会集结起几百人的游行队伍 上街抗议 要求劳伦斯滚出他们的社区 虽然法律没有给他应得的惩罚 但群众却用自己的方式惩罚了劳伦斯 无处可去的劳伦斯只能返回圣昆廷监狱 住进了附近空地的一个拖车里 群众们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 此时的加州政府终于意识到当地法律中存在的缺陷 于是他们颁布了一条新的法令作为弥补 并为其取名为辛格顿条款 这条法令禁止了提前释放存在折磨受害者行为的犯人 并把包含折磨他人行为的犯罪的最低刑期设置在了25年 然而讽刺的是 这条以劳伦斯辛格顿命名的法令 却不能作用于劳伦斯本人 因为他的审判已经结束了 一年后 劳伦斯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接纳他的小镇 并且搬了进去 这里很多人都不知道劳伦斯的过往 然而魔鬼终究是魔鬼 1997年 已经69岁的劳伦斯 在他的住所里用匕首杀死了一名31岁的女性 劳伦斯的说法是死者试图在他家里偷东西 当劳伦斯再次接受审判时 玛丽作为证人 勇敢地出现在了法庭上 他展示了自己的假知 然后再一次向在场的人们讲述了一遍当年的遭遇 而这一次 劳伦斯被判处了死刑 他最终没有等到进入毒气室的那一刻 2001年 他在行刑前就因为癌症而死去了 另外 250万美元的赔款 也化作了一纸空文 玛丽最终只收到了200美元的赔款 因为 这就是劳伦斯的全部财产了 而涅槃重生后的玛丽 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艺术家 主要从事创作女性题材的插画 她笔下的女性总是一副强悍而坚韧的形象 凭借着她的艺术才华和悲惨的经历 她呢也成为了各种电视谈话节目中的产客 在一次采访中 我们可以窥探一下 她现在的生活 要是用没有提供 about 短文 知道他每一次性的欢迎出 方法 古代あの启 dile 不宝贝 最好 解决 谢谢 谢谢